在威廉王子生日之际,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安全局亲自发文送祝福,并称保护你是一种荣幸。 这简短的祝福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和议论,尤其是哈里王子和梅根,这一对从英国王室出走的叛逆夫妇。 这次,美国外交安全局还贴出了去年威廉王子写凯特王妃访问美国的旧照。 这感情牌打得十分欲贴,仿佛在无形中宣告着威廉王子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对威廉王子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外交祝福了,甚至感谢信都能由处理此类事项经验十足的秘书来完成。 然而,对于哈里王子和梅根,却是拼死拼活都难以得到的优待。 在哈里王子和梅根的世界里,这样的祝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自从他们离开英国王室,定居美国以来,他们一直试图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然而,与威廉王子这样光芒四射的外交礼遇相比,他们的努力似乎显得那么黯淡无光。 很多吃瓜群众都说,这下梅根又该哭晕了。 可是,这次垂胸顿足的岂只是游艇女梅根,还有那一直为了自己从英国王室出走,骄傲地填写自己的籍贯为美国的哈里王子吧。 当时出走美国,被哈里王子形容为无比正确的决定。 在英国旅行王室职责养尊处优的日子,在哈里王子来看,是难以忍受,让自己犹如被捐在牢笼的枷锁。 那时,梅根不停地在哈里王子耳边蛊惑,走吧,我带你走,离开这个吃人的王室,离开这个牢笼奔向自由。 现实永远鞭挞,充满幻想的不成熟的人。 离开王室之后,哈里王子和梅根就着英国王室撤销对自己的安保,多次状告王室。 多次哭诉自己的委屈,不幸,控诉英国王室,查尔斯国王等人的毫无人性。 仿佛不是自己拼死拼活要离家出走,而是被英国王室扫地出门一样。 仿佛英国王室真的是他们自己家的一样。 王室只是英国的代言人,是精神领袖,伊丽莎白二世都曾说过, 国会如果让我签署处死自己的文件,我也不得不落笔。 基于这样的历史原因,哈里王子凭什么觉得国家会为一个叛徒, 为一个对国家毫无贡献只有伤害的人买单呢? 近两年,哈里王子从不停伤害王室家人转为贫贫隐晦示好, 可却再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毕竟对家人下了屠刀充满算计的是哈里和梅根。 家人可能对你宽容,却不是真傻。 在美国,哈里和梅根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虽然他们通过媒体和公开活动努力维持曝光率, 但始终未能摆脱舆论的质疑和批评。 相比之下,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却依然稳坐王室顶流的位置, 每一次出访和活动都能引发全球的关注和好评。 在他们心中,美国是一个充满自由和机会的国度, 远离了王室的束缚,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然而,事实证明,逃离王室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和尊重。 相反,他们的举动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和批评。 从公开控诉英国王室,到多次发表言辞激烈的言论, 哈里和梅根似乎无时无刻不再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立和自主。 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与威廉王子的光鲜亮丽相比, 他们的美国梦显得那么破碎和遥不可及。 在王室中的身份,让哈里和梅根享有无数特权和尊荣。 然而,离开王室之后, 他们发现曾经的光环已经不复存在。 尽管他们努力通过媒体和公众活动来维持曝光率, 但却始终无法摆脱王室的阴影。 相比之下,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依然是媒体和公众的蠢, 每一次出访和活动都能引发热烈的讨论和关注。 这种巨大的反差, 让哈里和梅根深感失落和无奈。 他们试图通过不断控诉和揭露王室的黑暗来吸引注意, 但最终却只是让自己显得更加孤立和无助。 总之,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美国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与威廉王子的平顺相比,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坎坷。 或许,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 发现离开王室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正确和明智。 毕竟, 现实永远比童话更加残酷和复杂。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在去年, 一段温馨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捕捉到了威廉王子对凯特、 尼德尔顿体贴而充满爱意的举动。 这一暖心时刻发生在世界精神卫生日, 当时, 凯特为皇家基金会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 重点关注社交媒体时代的心理健康和年轻人。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 揭示了威廉王子这一小小体贴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和情感。 凯特、 尼德尔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心理健康的宣传和教育, 尤其关注儿童和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皇家基金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的每一次公开演讲都备受关注。 而威廉王子作为他的丈夫和支持者, 也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事业。 在去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 凯特发表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演讲。 重点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这场演讲中, 视频捕捉到了一个特别的瞬间, 凯特演讲结束后回到座位, 威廉王子温柔地为他拉开椅子, 让他坐下。 这个细微的举动虽然短暂, 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称赞, 许多人被威廉王子的体贴和爱意所感动。 然而, 这一瞬间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体贴动作。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深入剖析了这一举动的背后含义, 揭示了威廉王子在这一瞬间所展示出的复杂情感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詹姆斯指出, 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威廉对凯特的爱和体贴, 更展示了他对妻子的骄傲和认可。 詹姆斯解释道, 威廉王子的这一动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他在凯特演讲结束后拉开椅子, 让他坐下, 这看似一个简单的礼貌举动, 实际上却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深厚情感和尊重。 詹姆斯指出, 如果威廉王子在这一刻表现得过于激动或者显得过于绅士, 反而可能会破坏这一刻的平等氛围。 相反, 他选择以一种低调而体贴的方式, 悄悄地为凯特拉开椅子, 这不仅表达了对妻子的支持和爱意, 更展示了他对凯特的重要性和地位的认可。 詹姆斯进一步解释道, 这一动作展示了威廉在处理权力平衡方面的完美能力。 他通过自动发现, 凯特在坐下时会觉得更舒适, 从而表现出对他的同理心和同步性。 这种默契和体贴不仅增强了两人之间的亲密感, 更让人看到了威廉对凯特的骄傲和认可。 在这一瞬间, 威廉王子展示了他作为丈夫的温柔和体贴, 以及作为公众人物的谦逊和尊重。 他没有选择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举动, 而是选择了一种低调而深情的方式, 表达了他对妻子的爱和支持。 凯特、 尼德尔顿在这一刻也展现了他的优雅和从容, 尽管他在公开演讲中可能会感到紧张, 但他的表现却让人看到了他的坚强和自信。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 威廉王子和凯特、 尼德尔顿作为公众人物, 不仅代表了英国皇室的形象, 更在心理健康等重要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威廉王子在这一细微举动中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尊重, 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亲密互动, 更是一种对公众的示范, 展示了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保持尊重和平等。 这种体贴和尊重的互动, 在当前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威廉和凯特通过他们的行动, 向公众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亲密关系中, 体贴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增强了两人之间的亲密感, 更让公众看到了一个健康、 平等的婚姻关系应有的样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